这芒果汁也是我们在地的高雄的美味食材 下去做现打的 餐厅主厨在台上教导如何制作芒果奶酪 底下的小朋友和家长跟着步骤照做 在奶酪上头铺上芒果酱 再摆上金黄芒果丁 就是适合夏天品尝的冰凉甜点 还不错啊 没有做过这个 高雄市农业局为了行销金黄芒果和香蕉 同时推广食农教育 牺手高雄首选电商平台和餐厅业者 邀请100位家福基金会的小朋友和家长们 一起DIY做芒果奶酪 透过实际手作了解高雄在地的农特产 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的盈余30% 来作为这次跟家福基金会的小朋友合作的一个帮助 也提供比较优质的农产品给我们的市场 那包含给这些小朋友的食用 现场还请来在地农民介绍种植的水果 同时进行有奖侦达 小朋友们踊跃举手抢答 高雄最有名的香蕉产地在哪里 起衣山 答对了 吃得愉快 对孩子来说是在童年里面很重要的回忆 那我们也谢谢农业局 可以有这样一个机会 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了解农民种植的这个辛苦 好时光时农客结合农友 电商和餐厅业者 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带领小朋友们认识高雄这片土地的丰富物产 将食当令 磁带地的永续观念向下扎根 民事新闻女庶民陈子平 高雄市报道